我們下午要上的其實是這一塊 就是這個數位教材製作 只是我們有用到兩個軟體 一個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Debug Video Capture這一套 那再來呢還有一套也是免費的 這個有中文版的叫Active Preventer 就是你只要是在非商業用途 都是免費的 都是免費的 好 那這裡就我的資料了 讓大家都有了嘛 下一個 一般我們錄影都是這樣子 可是其實你會發現 如果是以電腦上的畫面來講 你用DV錄 請問看這個會清楚嗎 不清楚 這個應該是在我們樓下二樓的教室錄的 所以像這樣錄下來其實效果就差 效果就差 所以我大部分會比較喜歡就直接 像我們剛剛所示範的方法直接錄下來 比較常見的其實 錄影的類型大概有幾種 我們剛剛那種 一般我們就把這個稱作所謂的全凍式 也就是全都錄 管你是什麼東西 我全部都錄下來 只有在螢幕上的全部都錄 那這樣的好處是什麼 不會漏死掉 可是缺點就是說 檔案一般來講這樣會稍微比較大 就像我們用DV錄一樣 對不對 你全部都錄嘛 那自然檔案就比較大 還有一種叫做影像式的 也就是說 如果您是做電腦教學的 我們電腦教學跟電視節目比較大的不同在那 電視節目它的影像在是不是在變化 可是電腦教學像我在講這個畫面可能就要講很久啊 比如說老師用簡報做教學啊 對不對 這個畫面可能搭配我們講解就比較多 所以實際上它只要錄音就好 搭配什麼 搭配這個影像 搭配這個影像 所以 有一種叫影像式的 也就是它會自動幫你 你現在要講的這個畫面幫你拍照 拍下來 然後錄音對到就好了 所以正常來講這樣檔案小一點點 小一點點 還有一個就是前面兩個的混合 因為如果你是用拖曳的 那種就要錄音的啊 不然沒辦法 因為拍照來不及拍嘛 對不對 或者你按哪一個按鈕 它可能看不出來 那這個時候它就會要混合在一起 自動幫你做判斷 自動幫你做判斷 所以我們大致上有這幾種 包括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互動式的教學啊 電腦螢幕的 甚至我們在教學現場 直接透過我們在webacon直接錄的 其實都可以使用 因為剛剛老師都有稍微體驗過了嘛 一般比較常見的這個錄影的軟體 大概有這些有付費的 也有免費的 那付費的我們就不用看了 反正都很貴嘛 學校其實我們有啦 我們在學校有 老師可能有的老師有 就是用過這個 powercam 就是我們租位學平台那一家公司提供的 那我們用的免費就在這邊 就是我們前面這兩套 OK 那麼你稍微了解一下就是免費的 當然他有一點點的限制 好一點點的限制 首先第一個 如果你是Active Render這個的話 他有部分功能 他就是屬於商業版的功能 他會有出現Logo 但是功能是全功能 只是會有一個Logo在那邊 好那就看你要不要 剛好有沒有用到那一個 以我們如果當作剪接影片來講 是沒有這個問題 也就是完全免費的 好完全免費 是只有您要輸入成網頁的時候 他才會有 好 那像我們剛剛Debug Video Capture這一塊 他免費的 他就只能錄成AVI WMV 好那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剛剛錄下來 預設就是AVI AVI對不對 他其實如果是商業版 你可以直接錄成NP4 就是那個副檔名就是NP4的 不過其實還好啦 那個對我們來 檔案大小沒有太大差別 因為他的壓縮格式是這個 壓縮格式是這個 所以都一樣 都一樣 他只有差在什麼 就是不能用所謂的浮水印跟排層 浮水印就是加上那個 好像我們文件那個浮水印 對 剛剛有一個沒講 忘記把那個 幫你的那個影片 錄影的影片加上那個字幕嗎 訪考嘛 我們等一下講一下 提醒我一下 我忘記了 他排層就是 預約錄影 簡單來講叫預約錄影 大概是 差在這樣而已 所以功能上不會差太多 那 您如果從這邊來看的話 我們那個 我從這裡講 如果你想要加上那個文字就是在這邊 有沒有一個文字 嘿 就可以從這邊點進來 點一下 好 直接打 把你的文字就打在這裡就可以了 打在這邊 好 那你可以自己選擇他要怎麼樣 放在 靠上面 靠中間 影片的正中間 還是影片的下面 影片的下面 那你的 你的內容 你的文字內容就打在這邊 好 你可以透過這裡 字型 去選擇你的文字的大小 好 文字的大小 比如說 如果我在這邊打一個 好 打完之後 你看我往下走 這裡有一個字型 你只要自己從這邊去選擇 看你要多大的 好 預設是10 預設是10 那你可以選擇一個 喜歡的字型 不過大概不會有太多啦 OK 通常我會用那個 那個 白色的字 加上一個邊框 這個 或者黑色字架邊框都可以 因為 如果我的字 假設我的字是白色的 背景也是白色的 請問這樣看得到嗎 看不到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有加這個 socard的就是 字的外面有加框 那這樣會看得比較清楚 會看得比較清楚 你看有沒有出現在這裡 有沒有 沒有 不過 10有點大 我通常好像射成6 還是8而已 就是小小的啊 我不希望去影響到就是 觀看你的 齁 所以 我不希望出現在這邊的話 你看我在這裡 不要在下面 我在上面 然後靠右邊 有沒有已經擠到上面來了 對不對 那這個部分你只要射過一次就好了 它下次錄影就會自動採用 你就會自動採用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 很簡單的在這邊 把你要的 像我把字變小一點 最小好像到8 有沒有小一點 對不對 你也可以變6 我印象中 我6的 我電腦裡面的設定應該是用6 稍微比較小 好 比較小一點點 那你就可以用 如果你很在意 你錄影的時間的話 你可以 你看我滑過去的時候 它有一個說明 有沒有發現 你會跳說明出來 對不對 你用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再一次 你看滑過去 百分比 四個歪 就會變成 取得你電腦的綿 綿分 你看 視頻你看 百分比 1234 有沒有發現這裡 不是出現那個 而是出現黏度 有齁 那相對的 你再滑過去 它下面有十分秒 你又會 你又可以自己 自己加進來 等於說這個算是特殊字 特殊字 有沒有 這裡有那個十分秒 最下面 YMD 就是年月日 然後 H 還有一個什麼 HH跟什麼 Mini 跟SS 你這樣就可以取得了 取得你錄影的時間 好 所以這個 您待有可以稍微試看看 還是我先把畫面還給您 您稍微試一下 OK齁 那您先找一下 他位置 因為這個攸關哥以後 影片會不會被流出去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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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